而接下来转化一下心情 我们要带您看到让东北亚局势动荡的 就是由南韩总统以习岳引发的戒严之乱 短短6个小时之内就宣告戒严 而现在他是不是也替自己的政治生涯 选择了自杀式的行为 因为鲁莽戒严的行动被国会反弹 连同党同志都不停 现在得面临被弹劾的命运吗 我们带您回顾这起事件 在昨天晚接尼习岳宣布戒严过后 直到今天清晨3点多 在国会已经过半数的反对之下 赞成来戒严 因此他也只能宣布戒严 而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军警都包围在国会大厦的周遭 甚至有不满的民众直接跑到国会抗议 更别说在野党的领袖李在明 更是单手翻墙进入国会 最后很多国会议员群体校友 一同杀进国会成功的投票 投下了190张同意票 而这中间的同意票数 包含了南韩的执政党跟在野党 都要求他们都赞成要来解言 而南韩国会的席次只有300名 这是一个绝对多数的态势 也因此以席越这个行为 也被很多国际政治专家 视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因而采取的自杀行为 而现在以席越他的任期呢 其实总统任期有5年 不过现在只进行到第二年 接下来他的大卫也有可能不保 遭遇到弹劾 而外界在想 到底是谁建议他来发布戒严令呢 根据了解是他的高中同学 也是国防部长金龙血来下达戒严令 戒严令下达只有280名的 这个戒严部队搭乘直升机 迅速的进入国会 甚至还出现了白虎部队 但是六小时过后 一切尘埃落定 国防部长他说 他要负起所有的责任 已经递出此城 时间回到周三晚间戒严令下达 南韩国会议事堂正后方的足球场 三架武装直升机降落 士兵立刻进入国会 国家周围上 鲜机和同时 缩用战术车都付着 士兵以枪脱急破窗户 强行爬入国会 另外一个视角 国会内已经有大批的士兵 媒体记者的美光灯闪个不停 当时有群众用肉身阻挡 戒严部队进入国会 还有人直接抢起步枪来 可以看出其实戒严部队 无意对群众动手 传出有士兵的步枪 根本就没有上弹夹 甚至戒严令解除撤退的时候 还有士兵向记者鞠躬道歉 但是这也不是普通的部队 而是穿着黑色战术服的特种部队 南韩媒体报道 戒严部队大约280人 包括空降第一大队 宪兵特种部队以及俗称白虎部队的707特殊任务团 专责快速应对恐怖攻击 韩媒认为其实是国防部长金龙显 向他的高中同学 也就是尹熙悦建议戒严 执行戒严的主要有四名将领 除了金龙显之外 还有被任命为戒严司令的陆军参谋总长蒲安珠 阶级比较低的陆军特战司令郭忠根 首都防卫司令李振宇 则是实际调动部队的指挥官 直线南韩国会展开究责 参与的将领恐怕都被秋后算账 TV陈总报道 我其实有眼见的人发现 虽然戒严部队已经进入国会 但是部分的枪支子弹没上膛 面对抗议推积的群众以及议员 他们似乎采取相对被动跟消极的态势 而乙习悦呢 其实因为很多内政的争议 包含了南韩的通膨控制不利 还有他的太太呢 传出收鸣白抛收费 甚至涉及了股市操纵股价 内线交易 同时呢 他也曾经传出滥用司法 来对付这位在野党的领袖李在明 也因此呢 他的民调已经跌落到17% 没有民意基础之下 又宣布戒严 而他戒严的理由又说 是因为朝小野大的国会 不通过他的预算案 发起了25件的弹劾政府官员 让政府无法运作 被北韩势力渗透 不过这样的说辞 显然明星是不站在他那一边的 在昨天这戒严之乱的夜里呢 有很多民众自发性的来到现场 不过也有一些政党领袖 也直接在现场跟军警对峙 其中一位是在野党的发言人 也是电视台的前女主播 就直接抓着枪支 对军人开枪 南韩戒严令颁布当下 反对派几乎失去理智 拿自己的生命来阻挡戒严部队 军队人员直接举枪 对着在野的共和民主党发言人 安贵林威赫 他也是南韩电视台前主播 而他丝毫不畏惧 徒手抓着枪口拉扯 对着戒严军人大声咆哮 军车现身首尔街头 还有反对戒严令的民众 直接用肉身挡车 士兵狂暗喇叭适宜要他离开 反倒引来更多抗议人士 上前与军人对峙 身穿荧光黄背心的远警 被人群包夹奋力抵抗 戒严怒剧隔天 国会前方道路仍遭警方封锁 示威者持续高喊口号 要求隐喜悦下台 市民��은 한때 수천 명가량 国会 앞에 모여 밤새 자리를 지키며 계엄 해제를 요구하면서 목소리를 높였습니다 混乱画面登上各大媒体头条 尽管六小时就解言 人交不洗 人民怒火 是这些人 我们会让这国人移动吗 不是 南韩公会更直接宣布 无限期罢工 走上街头 在光华门广场抗议 戒严令虽然如昙花一现 但南韩民众万万没有想到 戒严这个上世纪的名词 居然还会在现今南韩出现 DBN新闻综合报导 而观众朋友 现在呢 仪式院面临的就是 国会在野党发起的弹劾案 认为他宣布戒严 已经违宪 他有可能会成为 继普警惠之后 第二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吗 认为会的话 你在留言区留一 认为不会的话 你在留言区留下二 而之所以为什么 在野党会针对他发起弹劾 说他违宪宣布戒严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戒严的理由 似乎不够充分 因为他说在野党 瘫痪政府的立法 以及预算颠覆国家 并且跟北韩勾结 宣布戒严 但是都没有一些窃窃的证据 所以国会包含了执政党 在野党以190票 宣布呢 通过戒严 那么与此同时呢 以西越现在面临的弹劾的麻烦 最快最快 在这一两天 很有可能就有结果了 因为包含了 现在很多在野党 已经提出弹劾案 明天进行说明之后 最快礼拜五礼拜六 就会来进行表决 他们甚至指控 包含了以西越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 国防部长金龙显 他们呢 都涉及了内乱罪 而现在可以说是 整个以西越内阁 分崩离析了 因为有很多的幕僚 集体请词内阁总词 而以西越呢 是持续身影 似乎没有办法面临 这已经非常低迷 以及危险的态势 高举标语 高举标语横跨南韩六大在野党的190名议员 借炎之乱隔日聚集在国会大厦前 大喊要总统以西越下台 在野党议员指控以西越 国防部长和行政安全部长 三人犯下内乱罪 并在周三下午 向国会提交总统台合案动议 预计周四报告 最快6号到7号之间 进行表决 按照南韩宪法规定 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 也就是两百位议员 投下赞成票 尹西越就会遭到弹劾 交由宪法法院审理 只要九名法官中有六人赞成 尹西越就必须下台 尹西越的短命戒言 也引爆集体离职潮 包含总统府幕僚长郑正硕 国家安保市长 政策市长 以及首席秘书级别的高阶幕僚 通通请辞 假如尹西越请辞 或遭逼宫下台后 根据南韩宪法 总理将立即成为代理总统 而斯越指出由于现任总理 韩德珠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接任的话有能力平息 市场动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昨天以西越宣布戒言的六个小时之内 那么所有韩国的各大电视台 立刻中断原本的节目 改以新闻直播的方式 关注国会 还有青瓦台的一举一动 同时呢 这美韩同盟似乎也没事先收到通知 因为美国表示 他们根本不晓得以西越 要来宣布戒言 但同时他们也紧盯北韩 担心呢 北韩很有可能会趁势来作乱 所幸呢 这戒言短短6小时就已经结束 现在南韩呢 大致上都还是恢复正常运作的状态 那外界就想 为何以西越会如此孤注一职 做这样自杀式的举动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初胜选 他已是仅有一趴的领先来胜选 而随后上任过后 不管是太太的收惠丑闻 还是对于内政方面 也频频受到这个嘲笑也大的 国会来杯葛 那么最后的最后 他也抢载国会要进行弹劾案的 前一刻宣布戒言 似乎想要力往狂澜 但看来已经完全失去顺算了 一身令下颁布戒言令 结果草草收场 南韩总统颖 隔天直接请假身影 前一天 尹锡悦还与吉尔吉斯总统举办建交三十二年会谈 两人有说有效签署合作文件 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十点这个新闻震撼各国媒体 深夜突如其来的震撼弹 各国媒体纷纷查播报道 大家都已经准备要睡觉了 结果是尹总统突然宣布 透过这个电视发表对国民谈话 然后呢 无线的三大电视台也中断常规节目的播送 宣布戒言 尹锡悦直接绕过总理以及内阁 自行宣布戒言南韩媒体根本措手不及 针对尹锡悦腐败的指控越来越多 CNN分析认为他冲动宣布戒言 是想镇压异己来巩固权力 外界认为颁布戒言是令人震惊的举动 但似乎又有机可循 尹锡悦的支持率掉到只剩17% 才会一意孤行出了这个大招 但因此很有可能断送他的政治生命 第一边新闻综合报道 而且我们先上很多网友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 因为现在仪席院面临的就是明天报告 最快后天表决的弹劾案 他会不会成为继普警惠之后 南韩历史上第二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呢 那么认为会得请留一不会请留二 那么刚刚稍早在进新闻之前呢 大家都普遍留下一 觉得以锡悦可能被弹劾下台的可能性相当高 不过随着以锡悦逐渐神隐 他究竟会等待弹劾案的结果 还是会自我采取动作呢 我们都还要持续带观众朋友来关注 不过呢这个戒言引力 让很多原本要富韩旅游或是在韩的观众朋友 还有旅游的朋友们应该是措手不及 一样措手不及的还有美国 而且担心趁着南韩的戒严之外 北韩会不会作乱 与此同时在这紧张的时刻 FBI在美国抓到了北韩的间谍 军用直升机出现在首尔上空 连装甲车都出现了 南韩三号深夜突发戒严 军队全面戒备 虽然解除戒严撤离部队 但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 指示各军种指挥官保持高度戒备 防止北韩误判行事 根据CNN报导 尹锡悉被拜登称为朋友 过去两年亲自会面高达九次 但是闪电戒严令没知会美方 数万名驻韩美军也措手不及 美国高度关注北韩动作 就在敏感时刻 FBI在加州逮捕一名41岁的中国公民 非法居住在美国当北韩间谍 涉嫌帮助北韩准备攻击南韩 美国FBI公布嫌犯手机的照片 包含拍摄武器 化学检测设备 防签听装置 迎卸越的戒严闹剧 衍生出北韩间谍剧 Tip新闻综合报道 而南韩这一次的戒严令 短短六个小时就宣告戒严告终 而回顾过去南韩民主化的历程当中 其实有多次的戒严 其中两次的戒严 一次是光州运动 另外一次就是普警惠的父亲 遭到情报情致人员的暗杀 而宣布的戒严 每一次都是血语类的教训 这也使得昨天的戒严六小时 也备受国际关注 面对突如其来的戒严令 南韩国会人员拼了命搬来 椅子沙发阻挡戒严军进入 大门口新闻媒体和国会员工 几成一团 不过戒严军还是在凌晨左右 试图破窗进入国会 阻挡议员表决 不只破窗现场一度动用催泪瓦斯 南韩国会事务总长金敏基证实 当晚国防部共派出24架直升机 强势空降进入国会 戒严令下达不久 南韩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党魁李在明 动声赶往国会 60岁的他疫苗化身直播主 记录自己如何冒险翻墙 他的行动也扮演关键力量 其他议员跟着翻墙顺利进入国会投票 才得以在短时间内推翻戒严令 6小时戒严之乱有惊无险落幕 但国会内早已一片狼藉 南韩国会事务总长金敏基宣布 为了议员的安全 4号起全面禁止国防部人员进入国会大楼 接下来也将对戒严之乱做彻底调查 而戒严之乱过后 其实时间已经将近快要逼近12个小时了 目前南韩总统以席月是持续身影的 但是不满的政党代表还有群众 他们今天发起了全国性的首页抗议 要求以席月之所进退自己下台 而已经辞职的国防部长金龙贤 也公开跟全民道歉 我们交给国际组记者 魏迪温手举着抗议标语 收了民众聚集在国会外 举行烛光守夜活动 高喊口号要求尹席月辞职 台下民众群情激愤 这次也是从2016年 前总统蒲景惠弹劾事件以来 时隔8年南韩再度有全国性的烛光守夜活动 南韩国防部长金龙贤请辞后 发表道歉声明 他担下一切责任 说在戒严问题上给人民带来困惑和痛苦 感到遗憾 受到戒严事件影响 包含美国 英国 日本 新加坡 以及乌克兰等国都发布旅游警告 提醒前往南韩旅游的公民 远离示威地区避免发生危险 而根据南韩媒体报导 昨天戒严令实施后 民众恐慌不安 便利商店的罐头销量突然暴增 消费者主要是50到60岁民众 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南韩戒严 另外泡面 矿泉水 及时米饭等商品 昨晚的销售也都突然激增 确实南韩的政局动荡 可能牵动整个亚洲的局势 我国的总统 滥姨清德 目前正在出访友邦 而根据了解呢 昨天南韩戒严的消息一传出 总统就表示第一时间 国安单位已经向他汇报 他也强调民主是世世代代 珍惜守护的生活方式 要民主团结彼此 并且要让民主更为勇气 反务友邦第二站 总统赖清德 搭乘12人坐的商务机 抵达土挖鲁 土挖鲁学生特别学中文 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 总统笑开怀 而土挖鲁总督法拉宁 也陪同展现高规格 更热情的还有当地传统仪式 总统山善子 这一面照少看见 哈罗法 期待台湾和土挖鲁 能够拓展更多领域的伙伴关系 持续深化邦誼 期盼两国邦誼能够更稳健 因为过去一度传出 两国邦誼可能生变 表达土挖鲁的感谢 为台湾的贡献 为台湾的资金 由土挖鲁的优优优优独播剂 包括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 新西兰 当然台湾 台湾透过参与这项新建计划 不仅仅代表着 我们对土挖鲁人民的支持 也象征着 两国共享民主的价值 双方也签署两国深化紧密合作 伙伴关系联合公报 两国外长也签署 中部太平洋电缆合作 易丧书 也让土国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 总统虽然出访有帮凭外交 但也关心南海一度宣布戒严 指出在马绍尔4号半夜的第一时间 国安会便向他报告相关讯息 也请国安单位及时掌握随时回报 并做好相关因应措施 除了要确保国家安全 也要保护在韩国的国人同胞平安 总统预计在晚间就会抵达关岛过境 而在下榻的饭店 可以看到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美国国旗以及关岛旗帜 并列飘扬者在迎接他 以上是TVBS新闻董优俊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